真的觉得没得赢了 就是开局一个 桃子那刀 就是那一枪猜得太准了 开局就有一种 比较劣势的一种状态在玩 没想到 王 这个第五匹狼 就帮了我们一把 然后侥幸赢了 这第二把的时候 也是最遗憾的 就是当时在 在我的视角里 因为我特别关注这两张牌 我觉得它们不可能是双狼 那我认定这张牌 是让狼人牌 走了之后 我觉得场上肯定只有最后一狼 就是作为猎人牌太自信了 因为我觉得 六号跟一号之中 一定有一个是假的 我赌了二分之一的机会 带一个看能不能带走 结果就是 怎么样他把眉神一张守卫牌带走了 我今天负责被承罪 哈哈哈哈 就第二局真的背了一个特别大额 然后是一个特别大失误 就是所以第三局 就是拿到男人牌之后 我就觉得 要好好玩 汉跳 我其实我其实个人觉得 因为我从头到尾 是一个不拿 不汉跳 不是争乐家 不上井的人 所以我觉得 包括我又是女孩子 因为就是 我觉得在场的多位男生 其实我觉得他们作为好人的 感觉是很敏锐的 因为他们确实 其实从头到尾没有信过 但是因为我极力地在辩解 然后可能又有一点点声势风度吧 就是还是不忍心把我这张牌出了 换成别人都是秒死 你知道吗 真的 你还能在楼爷的这种威严下 存活 你知道你叫不容 我这次发动 我这次发动 然后 就是真的没想到最后一轮汉跳的 就是汉跳队的是小龙 我觉得是 就最后真的要报了 就是晚上安排的时候都说你别报 你别报 但我真的扛不下去了 我觉得我真的骗不下去了 就只能自报 然后今天 就是上一集录的时候我连输了三局 今天我的小船终于开动了两个 我们说你来 他很他很开心 我很自信地说我来 我觉得这很多很多人打狼人不太感恩 我们我们来复一下的话 如果当时咱们四个人 其他任何人起来都是秒死 都是 今天老鼠老鼠落了 老鼠老鼠落了 长颜还小 你做不起一个微笑不爱了 哈哈哈哈 今天三把 就是